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更新一个巧克力荷包蛋 因为上次朋友说他喝不了咖啡 但是想喝荷包蛋拿铁 然后今天我们做一个不含咖啡的荷包蛋拿铁 首先,杯底加入20克左右的巧克力酱 然后呢,我们需要加入20克左右的热水 然后,我们将用竹筛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成巧克力的颜色就可以 搅拌成巧克力的颜色之后呢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将牛奶打发奶泡 首先,杯盘冰激 然后,我们打发奶泡 荷包蛋拿铁的话 奶泡需要稍微偏厚一点 可以把它认为是卡布奇诺的一个奶泡 温度刚刚烫锁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行关闭 将蒸汽棒擦拭干净 我们进行一个释放蒸汽 将大蒸泡镇压 好,准备备用 然后将这个杯子里面 我们可以加入食用色素 这个是我搭配的一个蛋黄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采用就是说 食用色素进行一个使用 正常来讲的话可以采用南瓜泥 也可以当作蛋黄的部分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融合 融合至满杯的时候呢 我们进行一个撒入可可粉 撒入薄薄一层的可可粉 撒均匀一点 然后呢 我们需要拿一个勺子 然后抹蛋清的一个部分 可以做一个不规整的一个蛋清哈 然后弄完之后呢 可以镇压一下 然后加入一个蛋黄 然后有朋友说他想看双蛋黄 那OK,我今天满足你的需求 好,一个双蛋黄的荷包蛋 巧克力拿铁就制作好了 你喜欢吗 好 合一